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定子三项所产生的短路电流的磁链 那么我们从上一节课的内容呢 大家已经看出来 三项短路电流的磁链图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 它的磁链呢是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呢是一个直流分量 由ψiα和ψiω所叠加而成的 那么在短路的瞬间 那么三项电流 定子的三项绕组的磁链呢 是ψiα 而它的交流分量呢 是为了维持这个ψiα 在短路瞬间的磁链不变而产生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几个分量 交流分量 也就是ψiω呢 它是由负的ψiA0 负的ψiB0和负的C0 它为了抵制主磁通而产生的 主磁通呢是跟它相等相反的一个量 就是这个ψiA0 ψiB0 ψiC0是没有负号 而我们产生的这个交流分量呢 是跟它相反的一个量 它为了抵制这个主磁通而产生的 那么直流分量呢 我们用ψiα来表示 它就是呢 这个ψiA0 对吧 就是两带两杠的 就是短路瞬间的 ψiB0 ψiC0 它是维持短路前瞬间磁链 使其三个值不 就是 就是这三个值呢 是不相等的 对吧 那么至于到底是多少 那要根据具体情况 我们在上面分析的时候呢 是刚好在 这个转子的底轴和 定子的A轴的轴线 重合的时候发生短路 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A项呢 它的杂链的磁链呢 刚好和主磁通的磁链 是相等的 但是方向相反 那么这个 从磁链的角度来说 它是没有 直流分量来说 它是没有方向相反的问题 就是就等于 你的这个主磁链的最大值 那么B项呢 等于负的主磁链的一半 那么C呢 也等于负的主磁链的一半 因为它这个磁链呢 还是满足 对称三项交流的这个特点 在任何时候 三个磁链的核 一定要等于零的 这满足我们对称三项关系 那么 那我们因为刚才呢 短路时刻是选在了 θ0等于零的时候 如果你不是θ0等于零的时候 那就要另当别论 那要根据具体的公式来计算 对吧 不管怎么样 它们三项的核总归是零 对吧 好 那么有了磁链以后呢 那么三项短路电流呢 也就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了 对吧 我们这地方呢 并不把三项短路电流的表达式给出来 我们最后再给出来 我们这地方只是从概念上说一下 我们分析了定子交链的磁链以后 那么就很容易的得到三项短路电流 如果我们假设我们的这个导词系数为常数 这个我们在上节课讲这个发电机短路的时候 假设条件的时候 我们就第一个就假设了 我们要认为它的导词系数都是常数 就是我们不考虑这个发电机磁路的饱和 那么只要它不饱和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电压 电流和磁链的关系就是线性关系 就是一个线性关系 那么也就是说电流和磁链的大小是成比例的 那么显然呢 我们磁链分析出来 对吧 它是由这个一个直流分量和一个交流分量组成的 那么显然它的三项短路电流当中呢 同样也是含有三项对称的50周的交流分量 和三项大小不等的直流分量 而且它电流的正方向呢 和磁链的正方向是相反的 那这个是我们刚才得到的是那个磁链 当我们要把它换成电流的时候 它们两个方向是相反的 那这是我们定义的 在定子侧呢我们定义正电流采生负磁链 那么因此我们把磁链写成电流的时候 那么它的两个方向要反一下 这就是三项的短路电流 这就是三项的短路电流 那么 那么我们知道了定子侧的以后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呢 要给大家再仔细说一下 在这个我们当时讲这个发电机空在短路时候 实测电流波形的时候 我们曾经提到过一句 就是如果我们仔细来分析这个发电 因为我们现在给出的发电机实测的波形图呢 实际上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对吧 不是看得很清楚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分解开呢 我们就会发现 当时我们也讲了 它这个定子三项电流里 除了有直流和三项交流以外 它还有一个两倍频率的交流 只不过它的辅值很低 只不过这个辅值很低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两倍辅值的这个交流分量呢 那么我们就要再对这个定子绕组当中的直流的分量呢 再进一步的做个说明 这一点呢 大家也要听清楚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为了维持我们T等于零瞬间 那么这个磁链不变 对吧 那么有三项 有三个直流分量 对吧 有三个直流电流 那么这三个直流电流呢 它实际上呢 它可以呢 合成在空间呢 合成一个静止的一个 这个磁动式 对吧 因为它是 大家 这个三项是大小不等的 对吧 我们知道ABC三项大小不等 那么 它呢 在空 在这个空间的位置上 大家各差120度 对吧 那么它可以合成出一个在空间静止的一个磁动式 对吧 它可以合成这样一个磁动式 这个呢 很 画一个向量图很容易得到 对吧 那么 这个 这时候我们就要想象一下 在这个发电机的定子里面有三项直流 这个三项的直流呢 它合成了一个固定不动的磁动式 那么就相当于呢 在发电机的转子和定子的这个空间当中呢 它有个固定不变的一个直流电流产生的一个磁场 对吧 这个直流电流产生的一个磁场 那么我们现在为了维持这个直流的这个不动 这个直流电流不变 那我们可以这样想 它能不能够不变 如果我们假设说 它有一个直流的磁场在这 这个磁场总要产生磁力线 这个磁力线呢 总要通过转子构成回路 而转子在不断的变 这就跟我们前面讲这个 讲这个同步电机的自感护感一样 对吧 因为它的这个磁路 对吧 它的这个磁路呢 它要经过转子 转子呢 它的D轴和Q轴呢 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在不停不停的转 那么我们直流电流产生的这个磁链呢 它的路径也是变的 那么路径变的话 那你就不能保证它这个直流 就不能保证它产生的这个磁动式 就是恒定不变的 对吧 那怎么办呢 要为了这个它不变 那就说明在这个直流分量里 必须还要改升出一个两倍频率的一个电流量 来保和你这个转子的变化相适应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空间旋转的转子 它的直轴方向和它的Q轴方向的磁组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它静止的磁动式呢 它所遇到的磁组是周期变化的 这个周期呢 是180度一个周期 对吧 它是180度一个电角度一个周期 这个很容易理解 对吧 因为我们低轴 好 转180度 它又转到低轴 转90度以后 是Q轴 Q轴呢 再转90度 又是Q轴 对吧 所以它的周期呢 是180 那么我们在360这个电周期里 它就转了2000 对吧 因此呢 它要有一个两倍频率的这个基频 对吧 这点呢 大家要想清楚 对吧 我们虽然有一个直流分量存在在这儿 对吧 虽然有一个直流分量存在 但是我要真正保证这个直流分量它不变 对吧 要真正保证它不变的话 现在还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 就是因为你转子在它的磁路的变化 转子的磁路呢 是按180度一个电角度在变 那么我们要维持它这个产生一个恒定的磁链 我要维持它产生一个恒定的磁链 对吧 那么我们的磁动式呢 就不能是恒定的 对吧 那么这种磁动式呢 而是大小 它一定要随着这个磁组的变化 做相应的变化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直流分量呢 它们也要有一个分量 对吧 来按照倍频分量来波动 这样呢 它才能够保证我们真正的直流的磁链是不变的 对吧 它能保证真正的磁链不变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二倍频率的分量出现呢 完全和直流分量是联系在一起的 对吧 如果比方说我们这个转子 它的这个是引擎机的发电机 它的转子的敌轴和Q轴对称 对吧 敌轴和Q轴对称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直流分量的 这个磁链 它所走过的路径 不管是敌轴Q轴都是一样的 那它就可以保持横低 那我们就没有这个二倍频率的量出来 但是对于突几级 也就是说 当它的这个直轴和Q轴 不同的时候 它必然 为了保持它本身磁链的不变 它必须要感应一个 二倍频率的磁链出来 它跟直流分量是紧紧的 连接在一起的 有直流分量 在这个突击级的发电机当中 都有二倍频率的量 只不过这个二倍频率的量呢 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这个低轴和直轴 这个低轴和Q轴方向的磁路的大小有关 这个量相对来说比较小 往往呢 我们在很多简单的分析当中呢 就不考虑它了 这个量相对比较小 那么我们就不考虑它了 不考虑是一回事 但它实实在在存在又是一回事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知道了 在定子侧 那么我们现在就对定子侧的电流 做一个小结了 在定子侧 我们通过磁链守恒 我们分析出来 定子侧的短路电流里面 有一个周期分量 有一个直流分量 同时有一个二倍频率的分量 这就是定子侧 有这样三个电流分量 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解决 为什么它的直流分量会衰减 也没有解决 为什么它的周期分量也是衰减的 那么要考虑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还必须把例子饶组 要加在一起来分析 我们发电机呢 它这个内部有很多个饶组 有很多饶组 除了有粒磁饶组以外 还有阻尼饶组 我们为了这个开始 大家接受起来方便 我们先不考虑阻尼饶组 先看粒磁饶组 那么所以这一部分呢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粒磁饶组的磁链 和粒磁饶组的电流分量 那么第一个呢 粒磁饶组的这个粒磁电流 这个大家很清楚了 对吧 它有一个强制的粒磁电流 对吧 那么强制的粒磁电流 就是为什么说它强制呢 就是说我们有粒磁电压 有UF这么样一个电压 我们粒磁饶组 总是和直流电压联系在一起的 在发电厂里 它总归是有一个直流电源 对吧 这个直流电源呢 可能是用利用这个交流整流过来的 也可能直接就是由直流发电机发出来的 对吧 那么总是有一个强制的电源 加到我们粒磁饶组上 让它产生了一个强制的粒磁电流 这个粒磁电流呢 就是我们短路前的 我们把它叫做 IA AIF0 它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粒磁电流 这个粒磁电流呢 它会产生磁链 对吧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都讲了 对吧 它会产生磁链 刚才已经讲了 那么就是在短路以前呢 它的粒磁回路当中呢 只有这样子一个粒磁电流 短路以前 它的电流就这样一个短路电流 那么短路以后呢 这个粒磁电流仍然还是存在的 对吧 这个电流还是存在的 那么它为了维持在短路 因为我们的转子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这个 闭合的一个线圈 对吧 它也是一个闭合的线圈 它也是由电感线圈组成的 那么它也有在短路瞬间 它的磁链部发生变化 这样一个特种 它有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因此短路以后呢 它粒磁绕组的电流呢 就发生了变化 对吧 这个我们等一会再来讲 好 那么我们这个粒磁电流呢 它产生了一个磁链 对吧 它产生了一个磁链 在这个短路以前 磁链我们用 ψ0两边杠这个来表示 那么它对应的磁通呢 一部分就是它的主磁通 这个大家都清楚了 我们前面也讲了 这个主磁通呢 就是和定子交链的 那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定子里面的交流分量 为什么产生 就是由于它 那其实有了这个磁链 对吧 我们才有定子电流里面 才有这个交流分量 那么另一部分呢 就是它的漏磁通 就是它的漏磁通 这个漏磁通呢 指在它自己本身 并不在并不磁链的这个定子去 好 下面呢 我们要反 要要这个分析 力次饶阻磁链的磁链 或者是分析力次饶阻的电流分量 那么我们呢 就必须要考虑定子饶阻 对力次饶阻的影响 那我们已经知道了 在短路以后呢 这个定子饶阻里面 有三项对称的电流 三项对称的周期分量 那么大家学了电机学就知道 ABC三项的这个电流 在正常对称运行的情况下 它会在转子和定子的空气系当中呢 产生旋转磁场 对吧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 这个大家如果不清楚 那你就要复习一下电机学 因为这一点呢 我们只能是说承认它 对吧 就是三项 ABC呢 它只要在 这三个饶阻在空间各差120度 辅值相同 那么它就有一个旋转磁场 这个旋转磁场呢 它的特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磁势的最大值 就是哪一 它有个磁轴 哪一项呢 它的磁 那个达到 它的那个 就是磁链达到最大值 那么这个磁轴就在哪一项上 这个 我们现在就只能承认 就是说我定子侧有三项电流以后 那么在空气系当中呢 又产生了一个旋转磁场 又产生了旋转磁场 这个旋转磁场呢 正常的情况下呢 它应该和我们这个发电机的转子是同步的 那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同步发电机 什么同步 同步一定有两个量 大家一样 对吧 那么同步的意思就是说 我有一个主磁通 有一次电流产生的磁链 这个是个旋转磁场 它是切割定子的旋转磁场 那么你切割定子以后呢 在定子侧呢 我只要形成一个闭合活动 就有电流 这个电流又产生一个旋转磁场 旋转磁场 这两个旋转磁场同步 我们才把发电机叫同步发电机 正常运行的时候 它们两个是同步运行的 而且呢 这个 这个 定子的三项呢 对转子的影响呢 在低轴方向是和 就它的 那个磁轴方向和低轴呢 一直是对应的 一直是对应的 那么我们把它呢 把这个 三个电流产生的旋转磁场 对转子的影响 我们把它叫做电输反应 那我们把它叫做电输反应 实际上 这个电磁功率的传输呢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吧 你先建立了一个主磁场 那么主磁场去切割定子 定子呢 又产生三项电流 三项电流又产生了一个旋转磁场 这两个旋转磁场的相互作用 对吧 就使得我们电就输送出去了 对吧 那么这个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 就是定子侧有三项交流以后 它有电输反应磁通 这个电输反应磁通呢 它一定是以主磁通为路径的 就是电输反应磁通 也就是说定子三项电流产生的磁通呢 它所走的路径呢 一定是定子绕阻 这个空气系 还有定子的这个组磁 就是它的这个磁路 这样形成一个闭合 对吧 那么我们知道 在这个T等于零的瞬间 在T等于零的瞬间呢 那么这个电输反应的磁通 它也必须要穿过地磁绕阻 对吧 它也必须穿过地磁绕阻 那么另外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电输反应呢 一般呢是去磁的 它是去磁的 这个呢 只要我们外部的电流是一个感性的 那么它的电输反应和我们主磁通呢 都是一个去磁的反应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定子侧电流产生磁通 它要穿过地磁绕阻 那么这时候的利磁绕阻呢 它也 它也要保持它自身的磁链不变 它也必须要保持它自身的磁链不变 那么它怎么来保持它自身的磁链不变呢 它原来的磁链我们知道 它原来的磁链呢 就是它的这个 一部分漏磁链和一部分漏磁链 也就是这个磁链 你现在又有一部分磁链 就电输反应磁链要穿过它 它们因为是去磁的 所以两个方向是相反的 那么这个主磁通是往上 电输反应磁通往下 它要穿过我们的这个利磁绕绕 那么利磁绕绕呢 它为了维持它的这个自身的 不变 那么它呢就必须呢 也要赶生出一个电流来 我们这个下后面再说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那么现在至少我们知道 我们定子三项交流电流呢 它的电输反应磁通 要想穿过我们的这个 转子的利磁绕绕 它有这样一个磁链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定子的直流分量 也就是直流电流的磁场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就是我们这个定子呢 它的这个有一个直流 那么这个直流呢 它在空气系当中呢 产生了个固定不动的一个磁场 它产生了固定不动的磁场 那么这个当然它要完全固定不动呢 它当然也有那个两倍频率的电流 来一块配合 那我们现在先不讲这个 对吧 那么由于有两倍频率的这个电流产 它就才在空气系当中 是个不动的一个磁场 但是我们转子在转 而且转子上面呢 有一个绕组 这就是我们的利磁绕组 然后不考虑那些这个阻尼绕组 那还有个利磁绕组 那么这种情况就相当于是 外面有个固定的磁场 里面有一个绕组 在以Omega的Omega零的速度在旋转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转子的绕组 是不是会切割这个 在空气系当中固定不变的这个直流呢 是吧 它就会去切割这个直流 所产生的磁头 是吧 那么切割这个磁头 那么会在我们的利磁绕组当中呢 就会产生一个交流量 那么我们前面通过这个利磁绕组的电流的分析 我们给大家讲过 利磁绕组当中有一个交流量 那么它那个交流分量怎么来的呢 就是由于在这个直流侧呢 在这个定子侧呢 有一个直流分量 那么这个直流分量 引起了在这个转子里面 有一个交流 为什么会有这个交流 就是由于它转子以同步速旋转的时候 它的利磁绕组会去切割这个直流电流 所产生的磁链 那么它就在里面产生那个交流 这一点呢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清楚 就是我们转子侧的这个周期分量 它的频率呢 是我们的同步频率 我们该零这个频率 50周的这个频率 它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我们直流部分的 定子部分的直流产生的 那么很显然 你看我们就把它这个直流侧的 定子侧的直流和转子侧的交流 就联系在一起了 联系在一起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利磁绕组当中 产生的50周的 也就是基频的交流磁链 我们把它称作PsiFΩ 加一个F呢 因为Ω就表示它是一个交变的量 F呢就表示它是利磁绕组的一个交流 那么我们下面呢 再来看一下 这个利磁绕组的 这个利磁绕组的这个基波 也就是它的基频的交流分量 它的特点还有什么特点 那么对于转子来说 它不是说我产生一个这个 激波分量就完了 它对定子侧还会有影响的 它还会对定子侧有影响 这里面呢 我们又要用到电机学的知识 在电机学里呢 我讲过 如果一个这个转子当中呢 它有这个激波的分量 那么在这个转子绕组当中呢 它所激波电流产生的这个磁场呢 是一个脉震磁场 那就是单向电流呢 它只能产生一个脉震磁场 它不像空间呢 就是大家位置相隔一把 20度的一个对称的三项 它产生的磁场是个旋转磁场 而单向电流 因为我们的转子当中呢 它产生的电流 那是个单向电流 这个单向电流 它只能够产生一个脉震的磁场 而这个脉震的磁场呢 它可以分解成两个磁场 它可以分解成两个磁场 这个呢 为什么是这样 那么在电机学里面 讲单向电流产生磁场里 都给大家讲过 我们在这呢 只是用一下 那么这两个磁场呢 就是我们单向交流产生的磁场 一个呢 是顺时征转 一个呢 是逆时征转 一个是顺时征转 一个呢 是这个逆时征转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可能刚好写反了 应该是这个 逆时 这个顺时征转的 我们转子往前转 它是顺时征往后转 它是顺时征往后转 那么实际上呢 本来它是往这边转 但是转子又是往这边转 因此顺时征转的这个 它相对于定子呢 应该是固定不动的 对吧 你你 转子本是往前转 但是你产生的这个 这个旋转 分量 它往后转 对吧 那它就相对于定子来说 它就不转了 对吧 那么因此这个量呢 这个顺时征的这个量呢 它对定子侧的电流的影响呢 只是影响它的这个 定子扰阻直流分量的大小 对吧 它不会对这个 定子扰阻产生其他的影响 反而呢 你逆时针转的这个 逆时针转 你本身是往这边转 转子本身也往这边转 那它就相对于我们的这个定子呢 就变成两倍频率的转了 它本来就有一个速度往这边 你又产生个速度也往这边转 对于定子来看 我们站在定子那边来看呢 就相当于有个两倍的频率在转了 那么因此这个 激波分量产生的这个两倍频率的量 它就会在定子侧产生个两倍频率的量 是吧 那么这样呢 就跟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在这个定子侧有个两倍频率的量呢 就能够对应起来了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就是我们定子侧呢 它出现的这个两倍频率的量 就是为了抵消我们转子侧出现的这个交流的磁链而产生的 当然我们是站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说 对吧 站在定子侧单独分析定子 我们跟转子没关系的是 我们来分析它的两倍频率 是说它由于转子的横轴直轴的 它的磁组不一样来讲 但是从站在转子这边来看呢 它就是由于直流分量 它的根源都是由于这个定子的定子的饶组里 有一个直流分量而来的 对吧 那么当然不管你怎么样来说 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量呢 都是因为为了维持你短路瞬间 不要变 对吧 你这个你那个定子侧有一个两倍的量 要穿过我的这个转子 我转子上一定也要产生个两倍的量 来抵消你 它为了维持自己的自身不变 它就要要这样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分析呢 大家反正知道搞清楚它的这个 哪些量的物理过程 物理原因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来 刚才我们分析了 在这个定子侧呢 我们我们已经分析在转子侧 那么由于有定子的变输反应磁通 定子的变输反应磁通 要穿过我们的转子 另外呢 我们又分析了 由于定子 由于定子有直流 所以在这个转子侧呢 又出现了一个交流分量 对吧 那么我们忽略变阻的时候 例词回路呢 它必然也会为了维持 它自己的磁链不变 它也必须会感升电流 它也必须会感升电流 那么它感升的这个电流呢 我们用PsiFi来表示 这个PsiFi呢 那么它为了维持它 自己原来的例子的磁链不变 它就要抵消定子侧的 变输反应磁通 以及呢 由于这个定子的直流 而在我们这个交流侧所产生的 这个交流分量 那它必须要抵消它们两个 那么也就是说我定子侧的电流 定子侧的这个 它短路以后所产生的这个电流呢 一定要抵消这两个 它才能够维持 这个例词回路的磁链不变 因此呢 就有这样的量 因此就有这样的量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是除了这个正常电流以外 感生的电流呢 它产生的磁链 要和这个电输反应磁通 以及呢 交流分量的这个磁通呢 它要等于0 那这样呢 它们三个加起来等于0了以后 才能保证 那么历次回路磁链不变 然后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呢 写成这个量呢 把它写成这种形式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就知道短路以后 短路以后 历次绕组当中呢 有三个分量 有三个分量 一个分量呢 就是由历次电压提供的 恒定的这个电流分量 这是一个强制的 有电源支撑的 那么另外呢 它产生一个感应的 这个辅加的直流 辅加直流 那么这个直流 也就相当于这个里面呢 这是一个直流量 它这个直流的产生呢 它是为了抵制 为了抵制这个 电输反应磁通 穿过来 它就要产生这样一个量 它要产生这样一个量 那么另外呢 它还有一个交流分量 它有个交流分量 这个交流分量呢 就是来抵制这个量的 来抵制这个量 那么从而保持它 在这个不变 那么从这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感生的 辅加的直流 它对定子的影响 它对定子的影响 那么原来在这个电流的影响下 在这个电流的影响下 我们是在我们的定子侧 产生了一个空载电视 那么由于我们在短路的瞬间 转子回路呢 又要产生一个辅加的这个直流 这个直流的量呢 一定也在定子侧呢 产生一个辅加的这个周期分量 那因为这个呢 它也会产生磁通来 它跟主磁通叠加在一起 来在我们的定子的上面呢 产生一个附加的一个感应电视 最感应电视呢 就使得我们的空载电视 在短路的瞬间突然发生变化 那它突然发生变化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的空载电视 在短路的瞬间 它有个突变 它为啥会有个突变呢 就是因为有这个电流 但是这个电流呢 它是为了维持 粒磁回路的磁链不变产生的 因此它是个自由分量 它将来慢慢的会衰减 它就衰减到零了 它衰减到零了 这样就引起了我们 定子回路的周期分量呢 它有一个衰减 这个呢 就是引起我们周期分量衰减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我们在前面呢 已经提到过很多次 我们同步发电机短路以后 和无限大电源供电系统短路 很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周期分量呢 那么在同步电机里会衰减 而在无限大系统 它不衰减 无限大系统 它没有这个问题 那它就没有转子 它就是我固定给的一个电源 对吧 它只是为了我的这个 短路瞬间电感电流 不发生突变 那么它感应了个电视 感应了个电流 最后这个直流分量 衰减完就衰减完了 那么发电机就要复杂的多了 发电机就复杂的多了 那么由于这些量的相互影响 对吧 定子侧 我为了维持我自己的磁链不变 我要感生电流出来 那转子侧 为了维持自身的磁链不变 也会 也会感应电流 但是感应出来的电流 相互还有影响 它并不是说没有影响 对吧 你这个定子侧 感应的这个 辅加的直流 就使得 转子侧感应的这个 辅加的直流 就使得转子侧的 周期分量的量要增大 但是它又是被感应出来 它又要 慢慢的衰减下去 它一衰减 那么周期分量就衰减了 那么衰减到最后 站态过程结束以后 把站态过程结束以后 那就又回到它原来的量 那么也就是说 到稳态的情况下 它的稳态短路电流 还是由空载电池来决定的 那还是由这个来决定的 对吧 那么它改善的这个交流分量 我们也知道 这个交流分量 本身的源在哪呢 本身的源是在直流 直流侧 而不是在定子的直流分量 那么定子的直流分量 如果衰减完了 它自然也就没了 对吧 它产生就是因为 你的定子侧有个直流 空气当中呢 在这个气息当中 有固定不动的 这个磁场 那么转子呢 才会有这个交流出来 那么你直流侧的这个直流分量 它衰减完了 那么这个改善的交流分量 也就衰减完了 对吧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呢 以上的介绍呢 给大家把这个定子侧的电流分量 和转子侧的电流分量呢 给大家做了解释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听明白 听明白 那么当然我们在解释这个的过程当中呢 那么有的时候是站在定子的角度来讲 有的时候站在转子的角度来讲 对吧 比方对于二倍频率的分量 对吧 我们站在定子的角度来讲呢 就是认为我要产生一个固定不动的磁场 但是我的这个转子在转 它的磁路在变化 因此我要有个两倍的频率 对吧 来保持我的这个 呃 产生两倍的频率 来跟着你的磁组变化 来保证我的直流的磁场 也就是直流的磁链不变 对吧 但是我们在讲这个转子 站在转子侧的时候是因为呢 呃 你外面有个直流 然后我的转子呢 有一个饶阻 那么产生了一个单向的这个电流 单向电流产生了一个脉震磁场 脉震磁场顺势针的固定不动 逆势针的呢 有两倍的频率的量 实际上本质来说 都是由于直流分量产生的 对吧 至于我们站在哪个角度上来谈 并不是重要的 我们重要的是要知道 他们这些分量的产生 实际上呢 各个分量呢 在短路瞬间是同时产生的 那并不是这个先产生 那个后产生 只是我们来分析 它的这个物理过程 把它分析成这样了 对吧 那么大家就要通过这个搞清楚 定子侧有哪些分量 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转子侧有哪些分量 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再跟我们上节课 给大家介绍的 那么定子电流里面的这个量 为什么是衰减的 对吧 转子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个周期分量 为什么会衰减 它的这个 历次电流 为什么可以有一个跳跃 对吧 那么就从我们上面来解释呢 大家都应该 有了一定的回答 有了一定的回答 那么下面呢 我们刚才呢 没有考虑阻尼绕组 下面呢 我们再把这个阻尼绕组的作用 再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对于这个突击发电机 它的转子上的磁级呢 上面呢 有一些短节的阻尼条 另外我们的引击发电机 它的整块的转子上的铁心当中 那么在转子 就是在这个 这个转子和 就是失去 发电机失去同步的情况下 它会在它的整个的铁心的表面呢 会产生一些涡流 这个涡流呢 它正常运行情况下 大家同步 没有相对运动 它不会有 那么就是在震态过程当中呢 那么它这个涡流呢 就会起作用了 那么实际这个 这个涡流呢 也就是起到了一个 这个阻尼的作用 而且阻尼绕组呢 都是一个闭合线圈 那阻尼绕绕组 全部都是闭合线圈 那么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 因为发电机的转子和定子 是同步运行 发电机的转子和这个 电数反应磁场呢 它是同步运行的 那么阻尼绕绕 基本上不发生作用 但是在暂态过程当中呢 它也就会出现了 你这个闭合的线圈呢 它不允许它的磁链 变化 你比方阻尼绕组 我们讲 我们在上节课给大家讲了 阻尼绕组呢 我们可以把它等效成 两个绕组 一个呢 是低轴方向的 一个呢 是这个Q轴方向的 Q轴方向的 那么 在低轴方向的 这两个绕组 在正常情况 它并没有电流 它也没有磁链 这说明它的 它里面的磁链呢 不能说它没有磁链 它里面杂链的磁链 只是主磁链 主磁链穿过它 那么当你一故障的时候 定子侧的电数反应磁链 是不是也要穿过它 那它肯定不会让它穿过 它为了保持它 在这个 短路的瞬间 阻尼绕阻呢 它为了让它不变 为了维持它自身的磁链不变 那它必须也感应出一个电流 这个电流产生的磁链 就是来抵消你的这个 电数反应磁链进来的 因此呢 这时候呢 它也要感应出这样一个电流来 那么 我们一般呢 就是把这个阻尼绕组的 等效成一个和利次绕绕组 同方向的 对吧 那么我们把它 同方向的这个呢 叫做直轴的阻尼绕组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把它在Q轴上和直轴呢 差90度 那么把它称作一个 胶轴的阻尼绕组 好 那么 对于这个 短路前 我们已经说了 等效的阻尼绕组 低轴的 或者是这个Q轴的 它都没有电流 在正常情况下 那么 那么短路以后 低轴的阻尼绕组 它跟利次绕绕组 在一个方向上 那么它跟利次绕绕组 是一样的 它为了维持 它的自身的磁链 横定 为了它维持 它自身的磁链 守恒 它应该跟利次绕绕组 一样 对吧 我们刚才讲的 利次绕绕组 就是它要 赶生出一个直流 赶生出一个交流 那么因此在这个 在这个低轴的阻尼绕组当中呢 它一样在站态的过程当中 它要产生一个直流 可以产生一个交流分量 产生一个直流 产生一个交流分量 那么Q轴呢 那么Q轴呢 我们知道 它呢 是在这个Q轴方向 它是在Q轴方向 它跟我们的这个底轴 也就是说 跟那个电数反应的那个磁轴呢 刚好差了90度 对吧 刚好差了90度 因此呢 电数反应磁头呢 并不穿过它 对吧 并不穿过它 不穿过它呢 它就不会改成直流 我们知道直流的产生 是为了抵制 我们交流的电数反应磁头的 它没有 它因为和这个 底轴方向 刚好差了90度 对吧 它的饶组是这样的 这个是这样的 所以它没有磁链这样穿过 所以它就没有这个直流 那它为什么有交流呢 就是因为 它在转子上 它在旋转 它在旋转的时候 它肯定要切割 这个定子侧的直流分量 产生的磁场 那么因此呢 它上面有这个交流分量 对吧 它有交流分量 那么我们当认为 它没有这个直流分量 有一个前提呢 就是我们还是假设定子回路没有电阻 定子回路没有电阻的话 那么它产生的电流呢 就电流产生的磁通呢 就只有在底轴方向 不会在Q轴方向 它在Q轴方向没有分量 那么也就是说你的电视和它差90度的关系 对吧 那么因此呢 它只能在底轴方向 如果有电阻以后就不一样了 有电阻以后 它的电流呢 就不是在底轴方向 那么它就会 它就会分解到一个底轴 一个Q轴 我们现在呢 忽略认为它没有电阻 认为它没有电阻 认为它没有电阻 因此呢 它在B轴方向 在Q轴方向 没有直流分量 对吧 那么这就是它的这个阻尼绕阻的 里面的 这个 有哪些电流 有哪些电流 好 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 从这个发电机空载短路以后 那么定子侧 有哪些分量 那么转子侧有哪些分量 以及这些分量 那么产生的原因 都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那么这一节课呢 先到这 感谢观看